每天三分钟,知晓网球天下事,各类球友好,今天是2018年9月16日星期日,下面请收听有网球之家为你编制的三分钟网球网新闻 1.戴杯半决赛法国完胜进决赛,美国单回一城仍一比二落后,2018赛季戴维斯杯半决赛展开第二日的角逐,贝内特乌马胡特轰出了27个制胜分,以6-0除以6-4除以7-67战胜了格拉诺勒斯菲·洛佩兹的组合,帮助法国队3比0完胜西班牙队,连续第二年闯进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迈克·布莱恩·哈里森 以7-5除以7-66,1-6分之6 7-57,65艰难战胜帕维奇多迪格,为美国队颁回一分,整场比赛耗时4小时43分钟,美国组合挽救了13个破8点,并轰出了68个制胜分,目前美国队仍以1比2落后于克罗地亚 2.本届美网女单决赛创收视率新高,自从2015年拿下美网的独家转播权后,ESPN表示今年美网吸引了103.6万名观众,创下收视率最高纪录 其中今年美网女单决赛,大阪奥米6-2除以6-4,击败小V的比赛排在总榜单的第三位,而今年男单决赛则排在第七位,第三轮威廉姆斯姐妹的内战则危居第八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美网有8个晚上的比赛进行到4日凌晨,因此ESPN转播时长,比预计多出了13% 3.不裁判准备联合抵制,只把小V的比赛,据英媒体报道,由于美网女单决赛,小V不满主裁拉莫斯的判罚,并指责对方为骗子 以及之后美网协会会长兼董事会主席卡特里纳亚当斯表示裁判判罚存在不公,裁判们正考虑联合抵制执法小V的比赛 据称裁判们认为自己不能获得美网协会的支持,也很少有人为裁判发声,而裁判们却饱受大众指责 不过有消息传出亚当斯,已经私下向拉莫斯道歉,而杰米、穆雷则认为场上指导很常见,有些人被抓到,有些人没有,而小V的反应太过头了 4.效力发推秀女儿蒙照,尽管输掉了美网决赛,并在比赛中和裁判闹得不愉快 回家后小V的心情似乎又变得好起来了,她在Twitter上传一张女儿的照片,图中奥林匹亚一副好奇的表情 小V也配上了文字,妈妈赢了吗?本期网球新闻,主笔和主播力照言,明天见 咱们高兴,主笔和主笔家,优众部人的寿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